好看到的是这个YouTuber的这群人成员当中的这位尼克 好他就透露说妹妹呢之前到日本玩 在日本大阪通天阁的商店街 被一名男子性骚扰 让他气到直接来公开对方的长相 希望借有网路的力量来抓到嫌犯 他说呢当时是一行人在街头拍照 突然一名男子就直接伸手掀开了尼克妹妹的裙子 甚至还抓他的臀部 而尼克见状之后就大声来呵斥制止对方 没想到对方不但是没有道歉 甚至呢在看到尼克他们一行人 用摄影机在搜证的时候 还嬉皮笑脸的接近他们 让尼克直接怒骂对方是变态 至于尼克妹妹她表示说当下已经有报警处理 不过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 加上呢警方是不便让他们来调阅监视器 所以才会想要透过影片来发声 好另外看到的是艺人黄建伟之前呢 被女演员指控她乘机性交 但是呢她是时空否认 还找律师来发声明澄清 而她的老婆蔡轩燕也力挺说 老公不会做出违法的事情 不过呢又有一名男子爆料说 黄建伟之前呢曾经劈腿人妻还下药性侵 昨天她的老婆出席了新系的记者会 她表示人生有很多的关卡 时间会给出答案 目前的状况就是我觉得人生嘛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有一些有困难 或是有关卡的时候 那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大家都好好的过日子 然后时间会给大家答案 这是我心情吗 其实 就人生短短几个秋嘛 真的我是没有哭啦 有难过但没哭 当然啦我觉得还是当然 可能会稍微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坚强 对然后大家就是好好的过生活 就像刚刚说的时间会给你们答案 老公也会来看电影 YES YES